用那個range輸出之外 因為我們剛剛的邏輯是 輸出的時候是 先思考說我範圍要輸出到哪裡 所以我是for i for j 有沒有 2到9 4到7 把東西丟進去 再切割 OK 那另外一種思考方式 就是來源的思考 就是我是思考我來源有多少 for i 等於第2列 到 最後一列 最後一列的話是33 你可以就前面講過的 for i 等於第2 到向下偵測 從b2向下偵測的那個範圍 那我勢必就是先把這個抓出來 可是抓出來之後我放哪裡 我要放在這裡 所以 後面的東西 丟到前面 所以你勢必要告訴他說 我丟到哪裡的這個 sales 那所以最關鍵就是說 哪一欄 哪一列 你要先把那個哪一欄哪一列 的位置先抓出來 再告訴他 他就把你丟過來 不過難度我發現 比較 還是稍微困難一些些 然後 那也還是提供給各位參考 雖然比較困難 可能你們可以回去的時候再思考一下 那我有把那個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項跟各位在這邊做一個敘述 那你可以 把它當個 範本吧 將來如果遇到類似的狀況 可以 嘗試的做做看 那因為這個難度真的還蠻高的 其實我自己也想了蠻久了 才把這個東西給做出來 那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這個第2種方法是從來源端思考 所以來源端思考就是不是 來源端 我們是for i 等於第2 到 b2向下偵測 那偵測回來的話會是33 因為我們底下有33 所以 第2列到第33列 是我要抓的資料 所以我先抓到了 對不對 抓到的話呢 那我就丟 怎麼丟 用salesi列的b欄去抓 所以會抓這個 可是問題要抓到哪一個位置你告訴我啊 所以這邊會有sales r跟c r的話就是列 第幾列 第2列 第幾欄 所以這邊的話就要給他一個 給他數字2 那這個c的話呢指的是哪一欄 也要給數字 所以是給 這邊是大概是第4欄 可是你想說那我為什麼會知道r跟c 關鍵就在這裡 r 跟c 那r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個難度就是比較高一點 列哪一列 基本上後面就是從第幾列開始 那我習慣後面加個2 從第2列開始 那前面的話就是說呢 我要不要往下增加幾列 那我關鍵就是說 我可以先把i 減掉2 先歸零 歸零之後再除以4 那為什麼要除以4 因為 總共因為我們剛好 這個後面這個 有沒有 他是2 3 4 5 有沒有 再6了啦 6的話就要換下一列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是6的話 那6你拿到這邊的話 基本上6 減掉2 除以4 剛好是多少 剛好就1了嘛 特別說int指的是 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如果你是5的話 5減1有沒有 5減掉2 3 3除以4 還是變0.75 0.75 透過int的話 也會變成0 也就是說 前面4個 前面4筆記錄 一律都是在 就是 第2列 那往後面的有沒有 6789 他歸零之後呢 他就又加1 所以就變成第3列 那 6789 在10 10過了 10減掉 2 8嘛 8除以4 那就是又加1列 所以他會一直往下 應該可以理解我那個 這個 這個邏輯吧 也就是說他列 會越往下 會多一列的意思 OK 因為有4欄嘛 所以每4個就 就放一列 每4個就放一列 OK 這是每4個放一列 然後呢 底下的話 輸出到哪一欄 哪一欄 其實這又是 我這邊有寫啦 反正你就先歸零 一樣啦 所謂歸零就是現在 i是2的話 你就先把它剪掉 mode的話 意思是說 mode是 除以多少 等於數 mode是求於數的意思 所以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是 i 預設子是 從2開始 是從第2列 那你把它剪掉之後 就0嘛 0mode 就0除以4等於 還是0嘛 所以呢 加上4 指的是呢 我會先從第4欄開始 然後 但是下一個的話 就是 i等於3嘛 3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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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的話 1除以4 於多少 1嘛 所以再加上4 那就是 第5欄 第6欄 第7欄 對不對 應該懂的意思啊 所以 我是先跟各位預告一下 這是真的是非常的 複雜 OK 但是如果你懂那個邏輯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怎麼產生的啦 那基本上呢 i 所以2 3 4 5 6 比如6的話 6的話呢 6減掉 2 那就4嘛 所以 4 4 墨的 4除以4 4除以4 於0嘛 所以加上4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 2 3 4 5 6又從這邊開始 OK 所以他的藍 會不斷是從 4567 4567 一直4567 都是同 就是這 這五藍 啊 所以丟到這邊來的話 RC給他 他會輸出 我會跟他 5 5 6 感谢观看